我知道大家经常在网上风口搜索的哪些零食好吃 但是你们知道哪些零食难吃的要命吗 其实我买回来了全网公认难吃的一些零食 让我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味道 让人差点远道精神昏迷 我们依旧先从外观上最不具有攻击性的开始 蛇皮股 我看某宝给他的关键字是 印尼进口稀奇古怪的记忆之后 那个漂亮星球的记忆面包是有一样的功效吗 个头还是挺大的 壳子有点硬 但是很好剥 和栗子壳有一点像 闻起来确实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 和夏天回家脱下鞋的那一瞬间有点像 这是热带水果的铜病吗 酥酥甜甜的 口感很脆甚至有点细腻 不对啊 不是号称世界上最难吃的食物吗 黄尾枪 没意思 下一个 蛋黄果同样是上途中提到的水果 买回来的时候超级 甚至能打人 我苦得四天还是没收 这是木瓜吗 木瓜 闻起来也和木瓜差不多 它吃了也可以 没收 绝对没收 这有点像干渣的皮 这个干的感觉能造脂 我听说熟透了是蛋黄加红薯的味道 那等我回头再告诉你们吧 等一下我能不能再试一下 还是真的还是没吃 下一个 鱼子酱薯片 你们知道这包薯片多少糖吗 68块9 怪不得它的菜头是青蛇 这什么家庭能负担得起 毕竟我一天三包薯片 一股浓郁的油味脱面而来 若饮若现有一些鱼子酱的味道 好咸呢 口感接乎于薯片和饼干中间 这完全比不上乐视原味啊 我根本没有尝到满口人民币的味道 它本身可能没有这么难吃 但是配上这个价格 真的难吃到爆了 不不不不 等等 那我自己配上鱼子酱 会不会好吃的呀 嗯 就他妈那样 不知道 完全不 水泡饼 听说这个是有些人的童年回忆啊 但是我是第一次知道 有人说很难吃 但是有人说用它配牛奶精为天人 就让我来尝试一下 咳咳 这一口下去感觉像在啃尼巴 这胡热鱼里像不像 太难吃了吧 泡个牛奶试一下 这是要泡的猴年马月呀 later 证明啊 啊是真的难吃 什么玩意啊 还有两个 不用摩测 我已经预想到有多难吃了 同学们 敲黑板 任何蔬菜榨汁 除了南河没有其他的归宿 来 吸禽汁 说实话我是拒绝的 不过我为了各位观众老爷们 拖出去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赞 鼓励支持一下 谢谢 噢操我的妈呀 这个是连吞都吞不下去的程度 多放在嘴里一秒 大脑都会爆 其实是药吧 据说吸禽养肝啊 它在哪呢 经常爆肝的小伙伴们 来来来尝试一下 但是你要是把它当成饮料 我只能敬你是条汉子 行我现在肠子跟要扭住了一样 最后一个 美国牛牛糖 看上去有点沙拉条 听说詹姆斯在吃这个 蛤 我可不得试试 哇 好大的中药味啊 好家伙的 一曲通工之六啊 我还以为这是个QQ的 结果它是脆的 等一下 这不是八角味吗 八角味的塑料拖鞋啊 告辞 信口开放 全网最下方的美食测评网绿